这是给你蒸上的 哦 蒸上吧 是在我吃的小碗做菜墨子 对 我拿什么去 我拿很挑衅 菜墨子不是清点的吗 是清点的 菜墨子没油味啊 就吃的就是没油 嗯 有油是吃它呀 辣酥 这大瓜菜先弄着吧 先弄着 吃上吧 菜墨子大瓜菜加上羊肉够了啊 今天这主菜就是菜墨子和大瓜菜 听说过菜墨子吗 我都忘了人家说菜墨子 老人们他们对这个比较过去的这些做法 现在谁还吃这个呀 割掉什么呀 粉条啊 粉条是买的呀 还是 只要一去买 这东西就好不了 里边缠杂了各种各样的凑玩意 什么缠杂的凑玩意 本来就是只有自己弄的还是最好的 外边的东西多硬啊 你看 那个种多久了羊肉 刚蒸上 切个石啊 刚开了火 刚开 一会儿再下来了 你先找不找啊 挂过药去 先关了吧 先关了吧 它11点40才下来了 对 你太早了 你太早了 你抓了 抓了 我煮烂了 这个也早 那你招呼你饿了 我不管 我怕这个好机会儿的 我能做到水 先把火压小点吧 不行 先关了等一会儿 好 我这个倒是可以稍微长点吧 这时间 稍微软了 剩一会儿吧 对 刮一会儿可以 刮一会儿 刮一会儿可以 我烧鸭小点吧 这个是干着吃啊 再搁点小白菜啊 行 反正就是以菜为主呗 是吧 这个羊肉等出了锅 我再撒点盐 撒点啊 不能蒜汤 不要蒜汤 不要蒜汤 那个羊肉 人家讲究不蘸汤 是最好的 吃原味 蘸那个醋蒜汤 就味道变了 原味的 对 就不香了 吃的就是香味 因为它本身好吃嘛 香嘛 你吃的就是这个 你把这个吃的东西给削掉了 那还有什么意思 小白小哥进去吧 摩子也该上手弄了吧 这个呢 这个呢 是羊脊椎 羊脊椎骨 但是肉还是很多的 其实是我相煎的 就得搁点这个东西是吗 是粗面条 不是菜墨子吗 菜墨子不搁粑 没会忘量吃粗面条 有点有点 对对 反正是搁粑粑好吃 没吃这个都忘了 哇 那就俩礼拜一钱的事儿了 炸面条 其实哥家这白面条也行是吧 它是白面条它不是这炸面味儿 味儿就变了 全吃了 里边应该是五花肉是吧 还有几块五花肉的 那边撑回来 行啊不用做了 这个我找这个摊墨子里 那边别搁肉了 谁说搁肉了 不是搁菜 搁菜 搁肉更猛 这素是不是 对对对 吃的就是素味儿 这摊墨子里边 已经搁好菜了 喝点面 看点面 看点面 行了 吃到了 得给点水 浮一下吧 找不 找水怎么 找 这什么样 少吧 少 这来一点也不然就 好像有点少 我少稀了不行了不是 对 这得稠点 它稠了也不行 它是稀了 这多好长 这个凉拌 半勺 可以做过 的 水 不可能 喝点水 吃 再转油 就像 炒水 一口 炒水 银行 炒水 出口 炒水 炒水 熟成大蒜 肉 肉 熟成小葱 放入小葱 水 盐 熟成小葱 蒜 盐 切成小葱 对,扑着扑着就手一点 好了,菜墨子终于完成了,可以吃了